HELLO 大家好,我是NEO 大家應該都有看過這樣的魔術 魔術師從桌子上拿起一把金屬湯匙交給觀眾檢查 在確認金屬湯匙沒有問題之後 魔術師將湯匙拿在手上 然後集中精神慢慢的摩擦它 接下來魔術師不需要任何的掩飾 在眾目睽睽之下 完全用思維去彎曲這一把湯匙 直到湯匙70度的彎曲 最後斷掉 當然現在大家應該都知道 這是使用一種特殊的金屬 只要在上面稍微摩擦一下 讓金屬的溫度稍微上升一點點 就可以達到這樣子的效果 那這種道具在魔術道具店裡頭 很容易就買得到 而且價格也非常的便宜 今天NEO要來跟大家聊聊 這一個魔術的始祖 尤里蓋勒 不過尤里蓋勒他本人說 他的能力並不是因為魔術 而是一種特異功能 而且他的特異功能 是被CIA給認證過的 尤里蓋勒表示 我們所生活的物質世界 是由意識所創造的 只要我們學會掌控我們的意識 那也就可以讓金屬湯匙 變成任何我們想要他變成的樣子 變成任何我們想要他變成的樣子 在他出生的家鄉 還有一座以他本人命名的博物館 小時候的尤里蓋勒 跟一般的小孩沒有什麼良樣 但是在蓋勒大約5歲的時候 有一天 蓋勒在自己家裡面的花園 突然發現天空中出現一個巨大的光圈 這個光圈發出光束照在他的額頭上 在當時還有一位以色列的軍官 也在場目睹這一切 在這之後 蓋勒的生活就發生了巨大的改變 有一天 蓋勒在吃飯的時候 突然發現他所使用的湯匙 居然會突然彎曲 在他還來不及搞清楚 到底是怎麼回事的時候 手上彎曲的湯匙 居然就直接給他斷掉了 在念書的時候 蓋勒對數學完全不感興趣 所以基本上也都沒怎麼再學習 考試的時候 他就盯著班上成績最好的同學的後腦勺 看著看著 答案就浮現在他的腦海裡頭 不過因為他只是直接看到答案 所以中間的計算過程全都是寫錯的 但是最後往往也都可以寫出正確的答案 不過這也不代表他全部都會答對 因為如果同學答錯了 蓋勒他也就會跟著答錯 因此蓋勒就被老師懷疑作弊 但是老師卻怎麼也找不到蓋勒作弊的方法 蓋勒發現他可以用意念 讓課堂上的時鐘快轉 讓他早點下課 也可以使用意念控制指南針 甚至用意念修復壞掉的鐘錶 蓋勒的媽媽很喜歡帶著蓋勒去賭博 因為蓋勒就像電影裡頭的賭勝一樣 可以透視撲克牌 讓媽媽每次都可以贏錢作為他們的生活費 60年代的時候 明明光是靠著透視撲克牌 就可以贏很多錢的蓋勒 卻開始在自己的家鄉以色列表演他的超能力 就像其他的魔術師一樣 蓋勒透過這樣子的表演來賺取一些生活費 有一天蓋勒的表演被以色列情報局的摩薩德給發現 然後蓋勒也就開始幫摩薩德工作 摩薩德安排他參與許多秘密的工作 當然如果你身邊有個朋友會表演魔術 那你一定也會想要知道他究竟是怎麼變的 所以摩薩德也開始研究蓋勒 想要知道蓋勒的超能力到底是怎麼辦到的 不過最後摩薩德還是不得不承認 他們並沒有足夠的能力去了解蓋勒的超能力究竟怎麼一回事 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之下 摩薩德只好向美國的中央情報局尋求幫助 當時那個年代正處於美蘇冷戰時期 大家都知道冷戰時期的美蘇兩國 他們在做太空競賽 比賽誰可以在太空領域上更加的進步 所以才促成了登月事件 不過當時除了太空競賽以外 其實美蘇兩國也都在對特異功能方面投入研究 雙方都想著如果有特異功能就可以擊敗對方了 當時蘇聯秘密發展的計劃叫做通靈澤武器 那美國就蘇人不蘇政的也開啟了新門計劃 他們找來許多擁有特異功能的人來進行諜報活動 那這個新門計劃包含了穿牆樹隱形樹千里眼 並且他們夢想著靠著搖桿的能力 來讓前蘇聯的所有核彈全部失靈 美國軍方還夢想可以製造出光是使用意念 就可以殺人的完美刺客 那如果蓋勒真的有特異功能 那麼美國肯定是很有興趣的 那於是1972年 CIA跟摩薩德雙方達成了協議 他們將蓋勒送到了國際斯坦福研究所 簡稱SRI SRI是美國頂級的研究機構之一 當時迎接蓋勒的有史丹佛的教授 拉薩爾塔格、哈爾普索夫 還有第六位登上月球的太空人 艾德加米切爾 過程中SRI的副總裁他也有來參與見證 於是在這樣子的陣容底下 SRI開始對蓋勒展開了為期五個星期的實驗 那當然為求慎重 SRI也都有將整個過程以影像的方式拍攝下來 那我們先來看看這個實驗 測試人員隨機畫了15個沒有關聯的圖案 然後將圖案放到信封裡頭 而且為求慎重的他們使用了兩層的信封 在內層的這個信封還特別使用了馬賽克信封 什麼是馬賽克信封呢? 它就像是我們去銀行領提款卡密碼函的時候 他們使用的那種樣式 主要就是為了避免人家透過光線可以看到裡面寫的是什麼東西 他們將信封密封好之後 由任意的一個測試人員 在保險箱中隨機拿出一個信封 並且在房外就先打開來看裡面畫的是什麼圖案 看完之後再將信封給密封起來 這樣子一來 理論上就只有那個拿取信封的測試人員知道這個信封裡頭畫的是什麼圖案了 之後他再走進房間讓蓋勒畫出他看到的圖案 那為什麼要讓測試人員在房間外就先打開信封來看呢? 這不是多此一局嗎? 直接隨機拿出來給蓋勒感應不就好了? NEO猜想這個實驗主要的目的並不是要測試蓋勒的透視能力 而是要測試蓋勒能不能讀取他人腦中的畫面 因為透視能力的實驗是下一個 那我們等一等會說 這邊我們先繼續講第一個實驗 當蓋勒遇到無法解讀的訊息 或者是不確定答案的時候 他有大約20%的時候選擇不作答 而另外80%的圖案他都可以正確的畫出來 透過感應蓋勒做出的答案是這樣子的 左邊我們看到的是測試人員所畫的圖案 右邊則是蓋勒所做出的答案 我們可以看到除了這個圖案有一點不太一樣 但是圖案的基本元素蓋勒都還是有畫出來的 其他的可以說是完全正確 另外一個實驗是在許多的小罐子裡頭 隨機選擇其中一個放入一個鐵球 這個實驗採取了雙盲測試 蓋勒與測試人員 兩個人都不知道鐵球到底放在哪一個罐子裡 蓋勒在不可以碰到罐子的情況之下 必須拆出鐵球放在哪一個罐子 後來他們把鐵球換成了其他的東西 那這樣子的實驗他們總共重複做了14次 其中有5次用到了磁鐵 5次用的是鐵球 2次用水 1次用的是被子團包著的滾珠軸層 還有一次使用了方糖 在這14次的實驗當中 只有最後兩個使用軸層跟方糖的時候 蓋勒是感應不到的 所以他選擇不作答 那其他的12次 蓋勒都可以說完全的命中 在影像紀錄中的第三個實驗 是將骰子放到一個鐵盒子當中 他們隨機搖晃 這樣子除了毒神跟小刀之外 應該就沒有人可以知道裡頭的骰子 到底是幾點了吧 除非他有特異功能 結果蓋勒居然8次全都答對 這樣子的機率是百萬分之一 之後他們也讓蓋勒使用意念來干擾指南針 還有彎曲金屬湯匙 或者是戒指等等其他的金屬物品 那以上這一些都是70年代所做的實驗 在當時可能是很神奇的事情 但是坦白講 這些效果其實我們現在已經2022年了 已經很經常會在魔術師的表演當中看到一樣的表演 但是大家要知道 我們現在看到的表演全都是魔術師準備好的道具 但是蓋勒的這個實驗 全程都是使用SRI斯坦福研究所所提供的道具 那除了這些影像記錄下來的實驗之外 還有一次CIA的人員 他打電話跟上級基特格林匯報實驗的狀況 格林在後來接受採訪的時候說 當時他完全不相信蓋勒有這樣的能力 於是他給3800公里以外的蓋勒打了一通電話 當時格林隨手拿起了身邊的一本書 這是一本關於神經系統的書籍 格林要蓋勒讀取他腦海中的訊息 猜猜看他在想什麼 蓋勒回答他說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看起來像是一盤炒蛋 但是他旁邊寫了一個建築學的英文單字 聽到這裡格林認住了 因為格林看著的那一頁 的確有一個像是炒蛋的圖片 重點是旁邊還有格林自己親手寫下的 建築學這個英文單字 那從此之後蓋勒他開始擔任了秘密特工 進行一些秘密的計畫 而這些實驗也都在CIA之後解密的文件當中可以找得到 所以說有理蓋勒的特異功能是被CIA給認證過的 那當然人怕出名豬怕肥 這個出了名的秘密特工 就馬上被以打假文明的詹姆斯蘭迪給盯上了 詹姆斯蘭迪本身是一個魔術師 他是由於70年代有許多自稱有特異功能的人跑出來表演 而蘭迪認為魔術就是魔術 不應該騙人家說自己有特異功能 所以他就專門出來打假 在當時金屬彎曲的這項魔術還沒有被破解 蘭迪礙於職業操守 並沒有在節目中直接說出蓋勒使用的是特殊材質做的金屬湯匙 而是說他也可以做出跟蓋勒一樣 讓金屬彎曲的效果 那對於這一點 蓋勒自己的解釋是這麼說的 對於蘭迪的說法 當初在SRI迎接蓋勒進行實驗的主要人員之一 哈爾普索夫 他也再一次挑出來說 蘭迪所說的論點並不正確 相關的紀錄在CIA也有被解密 那當然這種事情坦白講 我們很難說得準 有理蓋勒究竟有沒有超能力 不過 EU找到了兩段影片 一個是在1973年 蓋勒爆紅之後 在節目上表演拿手的拆鐵罐 卻拆不出來 另一個是日本的節目 矛盾大對決 絕對彎曲不了的湯匙 對決絕對可以弄彎金屬的有李蓋勒 大家猜猜看結果究竟會是怎麼樣的 如果你要我給你一個答案 有李蓋勒究竟是真是假 我真的給不了 不過我還是覺得以邏輯來思考 如果我有透視眼 我真的就像賭勝一樣 每天去賭場就贏翻了 幹嘛還要做表演 難道他也像賭勝說的一樣嗎? 我給你說過一百遍啦 我用特異功能贏過來的錢 只可以做善事 不可以亂花 就在NEO在製作這部影片的過程當中 我們這一位CIA認證過的特異功能者 尤里蓋勒 又有新的新聞了 這一次 他說他已經找到了基督教中的聖物 法櫃 或者有的地方也稱作為約櫃 這個法櫃 是古代以色列民族的聖物 但因為聖經並沒有著名法櫃的下落 許多的歷史學家推測 早在公元70年代的時候 法櫃就已經在猶太人起義一戰當中 被羅馬帝國的軍隊給銷毀了 尤里蓋勒說 他看得很清楚 法櫃的外觀保存得相當良好 每一個側邊還有四個精環 並且尤里蓋勒將會在今年安排人員去挖掘 讓法櫃再一次重現 那結果究竟會是如何呢?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請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同時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下週見 掰掰 你有關 採訪